哈囉大家好 接下來這個單元要來教你則的是 鑽牆編織 那麼所謂的鑽牆編織呢 就是由正面一條 與背面一條的水平橫砲 每層之間呢 以交錯的位置 與單條的垂直縱砲 互相包覆 並旋轉 形成鑽牆模樣的雙層的編織 那麼由於這個鑽牆編織呢 它有著非常穩定的 雙層的結構 所以舉凡 城堡 鑽牆 木桶 木船 牆壁 煙沖 地板 天空 沙灘 海浪 龍鳳 吉祥 天上飛的鳥 水裡游的魚 田園中的蝴蝶 超級大的大機器人 等等 各式各樣的造型都可以用鑽牆編織 來去做表現 那麼我們廢話不多說就先從 鑽牆編織的設備 與材料介紹開始 我們會用到打氣筒或打氣機 剪刀 匙 這邊還有一個是電氣膠帶 還有原子筆或者是麥克筆 那這邊這兩個道具 是等一下我們做長度的抓取的時候 可以用的一個好工具 再來氣球材料的部分 260S的9紅色10條 還有260Q的巧克力色總共7條 那麼準備好這些設備和材料的話 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我們首先呢 要用巧克力色做這個鑽牆編織的側邊 那這邊的熊耳結泡泡熊耳結泡泡 就跟我們做基本編織的側邊一樣 同樣的做法 那這次的熊耳結我們總共做9個 那我們就先從充氣開始 這個巧克力色呢 大概沖個兩下就夠了 打個結 接下來呢 3公分的小泡泡 抓著吹嘴 旋轉成熊耳結 接著再兩個3公分的泡泡 再轉一個一樣的泡泡 再轉一個一樣的泡泡 旋轉成熊耳結 把這個熊耳結呢 總共轉9個 這是第9個的泡泡 把剩下的地方泡泡 把剩下的地方泡泡 打一個結 打在這個泡泡的正後方 然後直接把它旋轉成熊耳結 然後直接把它旋轉成熊耳結 那麼這樣的零件呢 我們再用這一條 拍個手指頭把它變出來 這樣我們就會得到兩個 一模一樣的側邊 那這邊剩下的這五條 我們也一樣沖氣 那也一樣的打兩下就好 這邊我就只沖一條 剩下的這四條 剩下的這四條我就 把這個沖氣的部分給它帶過 再來九紅色的部分呢 沖五下 或者你要沖六下也可以 然後另外一條也沖五下 兩兩對綁在一起 並且把多餘的吹嘴乾淨 那麼剩餘的這八條 你也可以用打氣機 給它沖氣起來 然後兩兩對綁在一起 再用剪刀 把多餘的吹嘴給它剪乾淨 好 現在氣球都沖好了 我就先把氣球放一邊 那麼接下來我要先來教你的是 如何用膠帶 以及用這個筆 準確地抓出 這個13公分的泡泡的長度的方法 由於我們五指並籠的話 最多只能量到10公分左右的泡泡 那麼如果要抓取一個 13公分長的泡泡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這邊我想提供兩種方法給你 第一種呢 是用電氣膠帶的方式 我們可以給它剪個兩段 然後量取13公分的長度 這樣的話 比起用尺來量這個長度 這種方式可以讓你更方便地 去量取一段很長的長泡 好比更長的50公分的長泡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精確地抓取長度 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用筆或麥克筆 在手掌上做記號 你可以從指尖這邊 當作是0公分的圓點 接著呢 我們拿尺 從指尖 量取一個13公分的長度 例如說在這裡 那我抓到了這個位置之後 我就用麥克筆 或者是我們原子筆 在這邊畫上一條線 或一個點 那這樣的話 當我們在抓取一個氣球的長度的時候 就可以從指尖量到這裡 就會是一個13公分的長度 那用這樣的方法呢 比起放在桌上量這個氣球的長度 我們可以更輕易地 用各種角度 來去抓取這個泡泡的長度 那麼以上這兩種 就是我常用的 抓取很長的泡泡的方法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我就用這一組 九紅色的氣球 示範一下這個抓取 13公分長度的方法 第一種呢 就是用這個 我們膠帶貼的地方 來量13公分 我們要盡可能的讓左右兩邊的節點量起來 剛好是13公分 那麼對著在一起的時候 記得再稍微比對一下 讓兩邊的泡泡是同樣的長度 那在實際製作上 如果我們用350或360做這個很長的 鑽牆編製的時候 我們還會 將氣球 穿套進這個洞口 然後繞一圈 讓它穩定 可以不會彈開 第二種方法就是從指尖 到我們剛剛畫線的 畫點點的那個地方 然後用目測的方式 直接轉另外一段的泡泡轉起來 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來再做同樣的方法 我們現在就得到了3段等長的13公分 雙泡結 剩餘的這兩段呢 我想要留著下一層來用 所以呢 撕掉之後 接著往後捏一段很長的吹嘴 用食指和中指捏住剛剛的氣球 再將吹嘴 它繞過中指和無名指打一個結 就可以先得到第一段的氣球 接著將撕斷的球皮 繞過雙泡結之間的縫隙 用擠壓移動的方式 和另外一條氣球打一個平結 就可以撕斷 並且和剛剛出力到的氣球 打一個平結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下一層 編織要用的氣球 再用剪刀把剩餘的球皮給它剪乾淨 像這樣我們就可以再得到一組 九紅色的氣球 那麼這邊還可以再稍微把這個 多餘的球皮 給它剪乾淨 拿出我們剛剛充氣好的這些巧克力色 我們可以開始做組裝 將這個結點扣繞進熊耳結裡面 左右兩邊都一樣 接著我們可以拿出一條新的氣球 左手抓著吹嘴 右手抓著氣球 卡繞進雙泡結的結點處 接著我們可以轉一個三公分的小泡泡 將氣球對折 旋轉成熊耳結 那麼我們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轉三公分的小泡泡 對折 旋轉成一個三公分的小熊耳結 再來這三條呢 我們從開頭做熊耳結 好樣的旋轉三公分的小泡泡 我們從開頭做熊耳結 抓著吹嘴和節點 左手提 旋轉 變成一個熊耳結 變成一個熊耳結 另外這兩條也一樣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熊耳結 輕輕地塞進我們九紅色的雙砲結縫隙裡面 那這三條給它塞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稍微調整一下左右兩邊的這個熊耳結的位置 那麼這個呢就是磚牆編織的開頭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做第二層 那我拿出我們剛剛處理掉的這一組氣球 給它接在這個熊耳結上面 接下來呢我要轉的是這個短的橫砲 那這個短的橫砲呢大概是七公分的長度 那因為七公分是我們手指頭就可以量出來的長度 那我這邊抓一下大約是四根手指頭並容 大概是這邊到這邊的距離 那麼我就可以在手指頭上面量 轉一組七公分長的雙砲結 接著呢我們和隔壁的巧克力色 轉一個很短很短的砲砲 再將三條氣球一起旋轉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轉的是13公分的長砲 你可以選擇用手掌上的記號來量 又或者是桌子上的膠帶的位置來量 或者是你用目測的方式 直接轉一段一模一樣的13公分泡 然後我們再跟下一段的重砲 三條氣球旋轉在一起 再把中間這邊給它推一下 那這邊的重砲要轉的短一點 才會讓這個一層跟一層之間緊密的貼實 來同樣的方法 用中指去量 在這邊抓成一個13公分 那有的時候就會夾在我的雙腿之間 我才能繼續去抓取剛剛的13公分 把它包起來 接下來這邊也是一樣 轉四根幾頭寬的7公分泡泡 也去轉兩個 撕掉泄氣 剩餘的球皮 繞進這個雙泡結之間的空隙 拉出來 用擠壓移動的方式 打一個平結 再將剩餘的球皮 剪乾淨 我們可以將這個胸耳結 套繞一圈 給它做固定 現在我們完成了一二層 接下來呢 我再用正常的速度 以及近距離的角度 示範三四層給你看 那麼剩下的其他層 我就有彈奏紙給它帶過 我們拿出一組新的氣球 並且旋轉在熊耳結上面 接著呢 我們用手掌上的記號量取13公分的長炮 你可以將氣球夾在你的翼下 好方便你 再用同樣的方式去量取另外一段13公分長炮 兩條長炮包覆住重炮 接著和下一段的重炮旋轉在一起 而這個重炮記得旋轉的短一點 否則每層之間會有間隙 往上推 讓它們再靠緊一點 再來第二段和第三段都是同樣的步驟 旋轉成雙炮結 往上推和重炮做旋轉 那最後第三段的雙炮結 我們給它轉一個13公分雙炮結之後 包覆旋轉 再給它收尾掉 那我們可以用剛剛的方式 給它留著 等一下還可以用 那剩餘的球皮就給它繞一圈回來 然後打一個平結 那如果這邊的氣球不小心破掉了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沖其他段 總之我們把剩餘的這個 雙炮結給它扣進熊耳結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再做我們的第四層 接上一組新的氣球 旋轉在一起 接著我們用四根指頭量出7公分的雙炮結 再和重炮 再和重炮 三條一起做旋轉 接著我們用手指上的記號量出13公分的長炮 包覆 旋轉 旋轉 往上推 再旋轉一個小小的重炮 三條一起做旋轉 重複 重複同樣的動作 量取13公分長炮 包覆 旋轉 又多了 往上推 最後這邊也是一樣 量取4根指頭的7公分短炮 旋轉在一起 泄氣掉 將廢球皮繞進縫隙 再泄氣掉 打一個平截 再用剪刀 把剩餘的廢球皮剪乾淨 再將熊耳截 扣繞進雙砲截的截點裡面 現在完成了前面這四層 剩下的五六七八九層 我就彈個手指頭 我們現在九層的這個端牆編織已經完成 剩下這邊的收尾 收尾的方法也一樣 轉一個三公分的小泡泡 撕掉泄氣 把一個截在這個泡泡上面 抓著這個截點給它旋轉成一個熊耳截 再把多餘的球皮給它藏在這個截點裡面 另外一個的熊耳截也是一樣 這邊我就彈個手指頭 最後是這三段氣球 接下來我們在雙砲截的裡面 旋轉成一個小泡泡 為了旋轉成熊耳截的收尾 我們再轉一個小泡泡 撕掉剩餘的部分 接著打結在這個節點處 打完結之後 我們將這個小泡泡旋轉成熊耳截 抓著節點 對折旋轉 那這個小熊耳截就會被藏在裡面了 剩餘的另外兩條收尾方法也都一樣 所以我就給它跳過 那麼以上這一個就是鑽牆編織的教學 你可以發現完成的成品 硬邦邦的像一個餅乾一樣 它這樣穩定的特性就很適合運用在做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地板天空或者是牆壁等等的零件 你可以嘗試呢折的再長一點 或者是往下繼續編織下去 又或者去更換顏色 或者是更換材料尺寸 用160、260、350、646之類的氣球去嘗試做這個鑽牆編織 接下來下一個單元 我們將會介紹這個鑽牆編織的各種變化 還有什麼問題歡迎隨時發問 我們這個單元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個單元再見囉 我們下個單元再見囉